大家好,我是渝夫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篇有趣的文章 它是说我们的社群媒体 发文的频率次数应该是怎么样才适当的 比如说你要发文到Facebook、Twitter 还有Google家等等等 那么这里面有几篇 几个统计数字是有趣的 第一个呢 它讲到这个Twitter 如果你要发文 那最好是要多一点 所以它居然讲说 Twitter要有14次每天 从半夜到 这个10点PM 那么在这个Facebook上面 它认为说一天大概就是两次 那么大概每天要播 那最好的时段是 早上10点08分 到下午的3点 不要最好不要再播文 那么另外这一个图表 它有趣的是说明 假设你的Facebook 播文越多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 它的取迹是往下掉 也就是说 你的读者对你的回应呢 是见趋疲乏 那么这一张 那么这一张讲的是 如果你在Twitter上面 一天发文超过三次 那么参与度呢 就会在第三次以后呢 就开始看到下降 再来的这张图蛮有趣的 我们看到在绿色的线头 这个部分呢 表示 Twitter的存活的时间 比这个Facebook 还要 还要短 也就是说 放在 这个Facebook上面的文章呢 它的 Time Decade 就是 时间的稍稍程度比较 比较小 那么这一张图 是说明 你的推文呢 大家的回应呢 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面 比较 会愿意跟你回应的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在 这一个区段 也是下午的 两点到 差不多是下午的 八点这个时间里面 它是 最常回应的 各位兄 就是 我针对这篇文章 来做的一些 简易的解说 如果说了不好 请大家完成 谢谢